刺狗粉底PK赛 刺狗粉底PK赛 首先要准备一块非常干净的面 才可以进行比赛 其实少回我本身的皮肤问题也有很多 例如黑眼圈、斑、粒粒等等 第一个参赛队伍就是 Revlon Colorstay 刺狗无限水润粉底液 第二个参赛队伍就是 Estee Lauda Double Wear Long Lasting 粉底液 出现我们的冰气了 就是这个水分测试机 看看我本身的湿度有多少 是有37.1% 都算OK 其实每一次上妆之前 我都会好好消毒我的刷子、刷子 这样才不会将细菌放在面上 接下来就会生粒粒和暗瘡 首先就试这个Colorstay 的持久无限水润粉底液 先上半边面 其实这两个粉底据纹 就可以持久度去到24个小时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试试 那我就会用点的方法来上 然后就会用我新买的粉底刷 是Colorstay 的 就打圈均匀的 轻轻地扫上去 这样妆就可以做到 又贴又薄又好又漂亮了 好厉害 其实上了半边面 已经差很远很远了 然后就轮到第二个参赛队伍 就是Estee Lauda Double Wear 的持久粉底液 那我们看看它如何 其实我是超级讨厌它这个瓶口的设计 因为我每一次都会倒得太多 其实为什么不好的 弄一个泵盒的设计不是很好 好了 都是用同样的方法就是上粉底液的 保湿格斗 没错 又拿出我们的兵器 看看Revalon的这一边 的湿度有多少呢 嗚呼 效果非常令人满意 是有63.6% 而Estee Lauda这一边呢 就是 登登登登登 是有 36.5% 那很明显Revalon是赢了的 接下来 没错了 首先就是Revalon 用我的粒粒来做目标的 其实它也挺容易推的 而且也很舒服的 上到面上 推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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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看到 我粒粒已经消失在粉底之中了 拜拜 买买 接下来就是Estee Lauda Double Wear 好了 又要再次倒出来了 真的很讨厌 这个浸口 你看又是太多了 粒粒同样不见 遮瑕度就差不多了 遮瑕度 没错 一支好的粉底 除了保湿 遮瑕 各样东西都要做得好 亦都要很容易就可以射得干净 那我们就来试一下 用一张普通的卸妆纸 可以射得多干净 好 那我们设妆纸 预备好 3 2 1 OK 我承认我大力了少少 大家可以看到 一掃就已经可以射得干净 接下来就是Estee Lauda 同样都是用少少力 两支都可以射得很干净 薯糕到 没错 持久大测试 当然要带着这一块粉底烟药棉出现 那我就上了少少碎粉 接下来就再化了眼睛 然后也在测试 小碎粉 如果我直接上这块粉底烟药棉出现 都是什么 狠狠 js 是什么 既然斷了 五色黑架 是什么 做出掃子 这些的片子 那时 是什么 这种椅子 是什么 既然走行 看不到我了 OK 我現在要出街啦 呼呼 終於回到家了 已經是凌晨4點多了 因為是拍完一些通宵的東西 其實可以大家看看 我中間是一次裝都沒有煲過的 因為我連粉都沒有拿出去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檢查 兩邊的濕度差多少了 有點難開 好 首先是Estee Lauder的這邊 結果是有 31.5 OK 跌了一點的 然後就是Revlon的這邊 WOW 它有47.1 好了 是時候來總結了 其實出了去都差不多有12個小時 妝容還保持得不錯 兩支來說 我自己會編好Revlon那邊 一來就是 Estee Lauder的進口位實在太難了 二來就是價錢的問題 Revlon就是158元 而Estee Lauder就是賣320元 兩支的遮蓋都很好 以及持久度都是很好 但是我個人會覺得 Revlon是比較容易推的 希望大家喜歡我這次粉底大格鬥 拜拜啦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